歡迎大家繼續收看《平標大循環》 這幾天香港發生了不太開心的事 希望大家可以儘快平復過去 亦希望受傷的朋友可以儘快捱過這段時間 回到平標大循環 應該也有很多朋友等了很久 上一次的反應也非常熱烈 一如以往,因為有些朋友可能第一次看 我都很快地說一下《平標大循環》的運作 如果大家知道的話,可以用Youtube分段去看相關的手錶 《平標大循環》就是我四處去密室手錶 主要上網購買一些大家都知名的牌子 主要的折頭都比較大 全部都是新的,不是二手錶 因為它們是舊款,所以折頭會比較大 我先買回來,然後在《平標大循環》做一些分享 大家可以看看這支錶 原來知道坊間有這麼划算的錶 我同樣也會以相同的價格購買給朋友 我不是自在賺錢的 純粹是套現金 所以我又製造一個循環去買更多的錶 形成一個循環 而這些錶大部份都是網上知名的店鋪去買 有時就直接在官方網站購買都不出奇 我經常都跟大家說 不要預有保養會比較好 我先說清楚 不要預有保養 因為價錢基本上 我覺得二手錶都買不到這個價錢 但是我這些錶買回來其實是新的 全新還沒帶過的 你當用一個二手錶買一隻全新的錶 沒有保養其實也挺合理的 我這裡先說清楚 你一開始當它沒有 最後發現原來你有保養會比較開心 但是如果買回來沒有 這個理所當然 這裡我先說清楚 而裡面的價錢 我大部份都是公開透明的 基本上 就算你背後問我 你的錶其實在哪裡買的 我一樣不介意跟你說 我在哪裡買的 我也是那句我不賺錢的 例如這隻錶三千元買回來 其實我也是用三千一元 賺回居馬費 放給你 就算你自己找到這隻錶 你也是要三千元去買的 有些人可能會介意 我不想上網買 又不想填那麼多信用卡資料 用我這個方法買就最簡單 我的運作其實就是這樣 還有就是怎樣購買和維持錶 其實之前有介紹過的 記得去Facebook的bywatching這個項目 我同步在這條影片的時候 其實同步在Facebook上 已經放了一些錶出來 如果想購買或維持 記得在那邊留言 因為Youtube留言其實是沒用的 我會在Facebook留言 誰留言先維持那隻錶 沒有辦法每次都要講這麼長的影片 所以Youtube有一個分段 就是讓大家可以去看不同的時段 因為這段影片始終每次都要講 因為可能有些人第一次看 希望等到排行錶大循環這個環節 很多人認識 不再需要這一段的解釋 好,那今天呢 其實也選了四隻 我想大家看得到我這個環節 其實也或許會相信我選擇的眼光 也要解釋自己去找 也不太容易找到這些款式 因為大家不知道 有些款式在網站上 有時會做一些大特位 你未必那麼容易會維持到 先說了第一隻 其實我自己也挺喜歡的一個款式 一隻是Middle 是Cronometer來的 天文台標 你會看到寫著Cronometer這個字 其實這隻我本身在某些店舖裡見過 那裡不是專門店 其實也覺得挺漂亮的 在店舖裡就很麻煩 轉過頭看見到 有這隻在網站上 價錢也挺合理的 以這個價錢買到一個Cronometer的款式 再看見 其實這隻就差不多有十年前 應該是2012年左右推出的 大家都知道Middle是以一個建築去做一個靈感 而這隻其實就是用一個中國的長城 Great Wall 如果大家搜尋Middle Great Wall 基本上都可以找到這個款式 它有幾個款式 例如 我一開始為何會留意到這隻 就是在一個店舖的廚窗裡 放得有點遠 那我立眼看以為 黑狀白 大家都知道 即我立眼看以為是黑狀白 好像你看到這個 黑狀白很漂亮 我問他拿來看看 原來它不是黑色 它是黑鐵色 我覺得這個錶挺漂亮 以這個款式的話 也是一個天文台錶 這個就大約 它是拿了一個中國長城做一個靈感 這裏也給大家看看 這個帶子其實挺特別的 如果大家要換這個帶子 應該是瘀針的 對 大家就要自己換了 這個帶子 這個機心 其實也有一個 扣底的機心 因為這些錶帶拋光錶 我都會戴回手套 因為太容易 會有些花痕 機心方面 就是2836的機心 2836其實都是基上224 但是加了一個升旗的功能 就是2836的 也是一個 天文台認證的機心 其實ETA一向 它本身每一個機心 都會有不同的級數 就是精準的級數 讓一些廠商去封建 有人 例如 去調整它們的價值 那麼 扣底的級數一定是最貴的 因為扣底的 扣底的整個機心 精準度 所有東西都是最高的 那麼 問題是認證 這裏我就不詳細去講 總之簡單一點就是 一個超準的機心 給大家看一下 其實蠻漂亮的 一直都想買一隻 一直都想買一隻MIDO 做一個修創 即是它的設計 語言 又蠻不同的 當然喜歡與否是主觀 但是 起碼它不是 其他品牌 其他品牌也沒有那麼多 可以給予這個品牌 所以我覺得 收藏的一隻MIDO 都蠻值得玩的 有個 有個搞笑的地方 就是這支錶 在外國買回來的 這裡寫著 KONOMETA 我也說過 因為這支錶 可能有機會放了很久 所以折頭比較多 這支錶 都開始黏黏黏 有個有趣的地方 就是 大家看 寫著 這支錶 我買回來四千多 我這裡放給大家 就是四千四百五十塊 這支錶 包括運費 因為上次的經驗 免得計算 因為運費 預計是幾十塊 所以一次過 四千四百五十塊 已經包括運費 就可以收藏到一隻 全身未帶過的 MIDO KONOMETA 如果想找這個款 就非常適合 這是第一支錶 我自己也很喜歡 一支MIDO 這個盒子其實也挺漂亮 你問我 這個盒子很新的 就算錶放了很久 這個盒子依然是新的 這支錶 這支 大家應該都聽過 這支Hammerton 大家應該都聽過 它是一個 Kaki Fu 即是綠軍 的款式 比較有名的 就是 手上鏈的款式 沒有日期 可能比較多人去追捧 我這支是自動版 自動版 應該用了一個 224 去改 對 看到了 怎樣看224 呢 其實我們大約 認住這裡 左手邊 我一直指著 這裡有一顆 其實大約是一個 224 SWARCH GROUP 一定有用224 但是他們就改到一個 機心 它叫做一個 H10 H10 的機心 好處就是 H10 就做到80小時的動力儲備 這麼小 我們都叫做 小隻 小隻的錶 也挺薄 做得 都做到80小時的動力儲備 買了一隻 軍錶玩一下 亦都特地選擇了 鋼帶 因為鋼帶 就算你不喜歡鋼帶 你自己換皮帶 皮帶 LATO帶 其實都簡單些 鋼帶 其實都不錯 Hammerton 我一直都覺得 是一個 非常值得玩的 我亦都看到價錢這麼划算 不如按一隻 可能大家 都應該會有點興趣 這隻 它有很多個面 這隻是42mm 剛才那隻Vito 也是42mm 降漏了 這隻也是42mm 它有很多個面 有不同顏色的面 我選了這隻 啡面 比較有奶黃色 一個creamy的顏色 先動 讓大家看看 這個沒有船入式霸的 做到幾米的防水呢 這隻就 都做到10個bar 100米的 這麼多 100米的防水 反而它 是Base 224的機身 其實224本身只有42個小時 動力儲備 反而它這樣改完之後 做了80個小時 我覺得 都值得 值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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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當然這隻是一個藍布石的錶面 很多時候我玩錶 有很多新手 都建議它買Hermiton 而它的造工 還不錯 它的定價 也不會太過分 我有一些款式 其實都有些驚喜 每一隻都 我很多時候都會建議 如果有一次玩 起碼Hermiton 就算是很喜歡錶的人 都會買Hermiton 我覺得真的挺划算的 你買完一隻 就算有一隻 你去到很喜歡手錶 其實你都一樣會很喜歡Hermiton 就不會說 有些牌子你不知名 玩多兩玩 你就覺得 不想玩那些牌子 但Hermiton 就不太怕 長時間一點 對 我想大家都知道 其實Hermiton 手上鏈的款式 都說應該要 就算你買 都要過三千元 我們現在這裡 我買的是三百多美金 三百多美金 我這裡其實買給大家 都是三千元港幣 就包括運費了 三千元 買到一隻Hermiton 自讀錶 還要鋼帶 哪裏找 這隻Hermiton 就要留意一件事 不知為何 它是沒有一個大盒 變成一個旅行裝的盒 大家要留意 同時 這個也有剛才說過 它有了一張卡 給你的 它又有那個 我先看看 它好像有寫一個日期 對 還要寫回2022年6月 所以這些情況 其實它能否把一個國際保養 我就真的不敢回答大家 而且它只是跟一個 旅行裝的盒 沒有一個大盒 大家要留意 價錢只是三千元便買到了 我三千元便把運費 寄給大家 那這就是第二隻 第三隻 就是 一直都有留意這隻 E-DOX 又是 價錢也是 嚇死了 我自己看 大家一定猜不到一隻 計時的 是自動錶 即是機械錶 不是一個電視錶 我基本上不會買電視錶 大家放心 我自己也不會特別買電視錶 所以我也不會買電視錶給大家 所以之前很流行的 Moon's Watch 基本上我是 一定不會買的 因為它是一個電視錶 我自己不買 其實它有幾個款 我一直都有留意 這個E-DOX 我一直都有留意 這個E-DOX 這個計時款 其實這款是 很漂亮的 真的 完全 你帶出來 如果這樣巧 又喜歡黑色的錶 便會有些金 雖然我個人 不太喜歡金 但我覺得這個 一點點綴 我覺得可以 不是整隻錶 很金 當然這些是一個PVD 不會是一些DLC 或者陶瓷 但有一點值得讚的 雖然它是PVD 但是 以PVD來說 我從來未見過 可以令到這樣 可能我少見識 納眼體造得像陶瓷 這個PVD 我真的第一次見 可能我自己未見識 因為我自己未見識得多 可能是這個 金當然也是一個PVD的質地 黑色真的做得 這些就像PVD那些 你會覺得是一個鋼 倒一個黑色上去 你會看到一些鋼的拉絲紋 但是你看到 旁邊和後面 那種反光程度 其實是一個陶瓷 這隻錶我覺得很漂亮 也有日期在12時 但是被人救病 你會知道針阻止了 看日期 這個就是其他人這樣說 這個機芯方面 很有趣 我一開始以為 它是否類似7-7系列 但其實7-7系列 是不會那麼薄的 如果大家在環表都知道 7-7系列是很厚的 我想是否2894 有點像294 因為兩個部局 原來看看它是一個 2824的三針基礎上 加入了一個模組 這裡是不是有點氧化 這些顏色還是塵 應該是一個塵 它是一個2824的機芯 大家也知道 其實是偏薄的了 它是2824 其實再加一個 計時的模組 它是非常有趣的 但是當然 加一個模組的不好處就是 它維修就會比較麻煩 這個就是大家要自己衡量 那多少錢呢 這也有皮帶 還有一個扣 那扣也是 同樣做得很亮 納眼看就像陶瓷 補一下這款 其實真的挺漂亮的 上面的數字 跟下面的數字不同 我不知道是否跟一些 Pono Wally應該是賽車 有條馬路 有些款式是鋼款 有一款是全黑的 其實我本來想買那一款 但沒有了 有一款是比較黑的 不過黑金這款 其實也挺漂亮的 以我造工來說 其實也非常不錯 當然它的定價 本來它的定價 真的比較貴了 但以現在買回來的特位價 我覺得有多划算 這款幾千 其實我看看原價 好像接近兩萬元的原價 我這裡買回來 就是四百多少少美金 只是三千多元 而我這裡放給大家 都是三千五百五十元 三千五百五十元 就買到一款款式 E-DOX 起碼大家都知道 也有聽過這個名字 也有SWISMAKE 藍寶石的面子 三千五百五十元 就買到一款款式 很划算 所以有時候我覺得 甚至我自己也挺享受的 這個過程 找找一些 挺特別的 買回來 又拍到片給大家 大家又可以拿到這個價錢去買 我可以告訴大家 未必用到這個價錢去買 為什麼呢 因為那些網站有時候很差 它原本這隻標的折扣價 其實是九百多元美金的 九百多元美金 那些網站也要七千多元 但是它有時候 突然會彈出一個 特別優惠出來 它不是經常彈出的 如果今天錯過了 你明天去 它一分鐘就消失了 於是只要喉了 喉了一段時間 喉到跌至四百元美金 由九百多元美金 即是九百多元美金 已經截了 再突然跌至四百元美金 那就立刻要按 如果你錯過了 你又不知道要等多久 所以我經常說 你可以試試自己去找 但是 有沒有每個人都像我這樣 因為我始終是一個興趣 而我有一個目的 我有一個頻道 我沒有時間按一下 沒有壞的 但不是每個人會 不是每個人會走去按 那這隻Edox的盒 我覺得也挺漂亮 Edox的盒 就是這樣的 還有它的Logo 打開 蠻有型的 很有趣的 這裡沒有 它有一張保養卡 但保養卡 什麼都沒有寫 所以有時候都搞不清楚 究竟它 有沒有保養的呢 那就是Edox 這隻 這隻 剛剛前天也出了影片 其實這隻 挺冷門的 我覺得這隻 我自己也覺得 會不會難去放 反而有些朋友留言 然後就說 Hepretica 這隻其實挺有趣的 這隻其實就是 Mondan和Hepretica 的一個 一個款式 特徵就是 Hepretica 大家都知道 是一個字款 這個時間 就用了Hepretica 亦都玩了 一個 齊座的排法 你會看到 十二點和六點 這個六字 都是齊座的 平時一定是分鐘 這個齊座 挺玩的 這個款式非常文青 亦都介紹到一個特色 就是 這個標2 這個位置 其實是一個一字 Hepretica 是一字 這個有點像 兩個一字 它是做一個 靈感的 這個 標 亦都用了一個 手上鏈的款式 我覺得 收藏一下 這隻標 用手上鏈 有幾個人 一個SW210 的一個款式 手上鏈的 有一些輕微的打磨 亦都用了一些字眼 這個 這隻標 要看一看 因為寄來的時候 其實沒有貼的 這塊東西是貼在前面 沒有貼的 它寄來的時候 就這樣寄 多說少 如果用光大鏡看 就可能會 輕輕會有些貓梳花 這個我一定要先說清楚 但如果你肉眼看 其實就不太覺得 肉眼看 就不太覺得 當然這個我一定要先說清楚 我自己做人比較均真 所以我立即把前面的東西 剝貼上去 先保護它 這個大家要留意 我都因為這樣 我價錢上都調整了少少 我都沒有辦法 這個都要虧少少 沒有辦法 但肉眼看不覺得 放心 你戴幾戴 其實多分鐘會有這個花痕 這個我要先說清楚 我做人就喜歡均真些 就不要說收到鏡 看到放大鏡看 它有少少貓梳花 但肉眼看就不覺得 這隻 這隻就 挺有趣的一個款式 如果你是本身做設計 做設計 或者是一個文青 其實就挺適合這隻標 因為 很多這些款式 如果你是一個文青 你自己去 可能某些店鋪買 一些電子款 可能都只需二、三千元 我這隻其實就 我買入家 其實就是四百元美金 四百元美金 四百元美金 其實都在說八… 四百…八… 不是…五百元美金 五百元美金 五百元美金 齊頭大約四千元左右 因為背部 我自己都說 有些少少 肉眼不覺得 有些少少痕跡 我這裏賣便宜一點 我這裏賣便宜一點 我這裏賣便宜 三千八百五十元 但整個比實美大哥 放心 肉眼看也不會覺得 那些花痕 那這裏賣便宜一點 這裏賣便宜一點 3580元 就是看釘的 Havatica手錶 那個盒子其實也挺精美的 有個這樣的盒子 因為它寄來的時候 沒有保護 那這些裏賣便宜一點 這裏賣便宜一點 都會吸引一點點 花痕 所以我自己來調整 就對了 3580元 買一隻有文青味道的款式手錶,沒有一劇 今天就介紹了四隻主要玩的手錶 最貴的那隻是四千多元 已經買到一隻天文台認證的手錶 記得去Facebook 旅遊觀看這個項目 如果你還未喜歡這個項目的話,就快點點贊 如果之後的所有便宜錶帶隨玩,都會經這個項目的項目做一個項目的項目 方便聯絡,因為Facebook 旅遊觀看,我可以立即訊息你 但YouTube 旅遊觀看,又要問你如何聯絡,其實就很麻煩 亦不方便在YouTube 溝通 大家記得去Facebook 旅遊觀看 我預計今次的戰況都非常激烈 如果有興趣,就記得把握時間 亦希望大家支持我這個平標大循環的環節 因為越多人支持就越多人認識 越多人認識,流通就越快 因為越快的話,我就越容易做到循環去做更多的影片 我們今次平標大循環就到這裏 我們下一條影片再見,拜拜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粉絲 香港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